好像讲到流量这个东西哦 讲你要不要做自己啦 其实很多人可能为了流量没有在做自己的 因为你不懂 有人你真的不懂 大家是怎样赚钱的 哇这个其实是很epic的 这个是最close to我 拜拜的 我就在一个cafe做工 好巧我在公司 如果我在家哦 oh it takes just one second for you to jump down 你的上一个date发生什么事 可以讲的吗 就是 我第一次那么的vulnerable 我真的很喜欢他 我真的很喜欢他 人生是一场刻意练习 刻意练习 我是欣宜 今天这位朋友来到节目当中呢 是完全没有仿刚的 因为我觉得 我想要给他一个很自由的空间 去讲自己想讲的事 虽然他有自己的平台 然后平日也非常的杂乱的 分享一些有的没的的想法 可是我在想 今天能不能够让他更深入的讲 因为一般上就是 可能你在IG上看到他的reels啊 都是一分钟两分钟里面 那概念没有办法完整 今天我们把最完整的塔塔 呈现给大家 我们欢迎塔塔 耶 其实是看哪个镜头是main的 你是production魂耶 所以你一到现场就会看 灯是用什么的 机是用什么的 看一下你怎样decorate你的space 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意见没有意见 我现在可以自我介绍 我们要跟着那个flow嘛 大家好 那个是我的close up啊 没有close up 哈喽哈喽 我是达达 我是一个content creator 然后我的华语没有很准的 所以 disclaimer一下而已 你觉得你的华语不好吗 哦 是吗 你觉得吗 我不会啊 我就觉得你是很 雷声枪是吗 就是可以沟通的华语 哦 这样如果你觉得我做电台 是不是会很烦 烦是什么意思 就是很不 很不准 标准的华语 不会啊 现在也 已经不是我们以前那个 一定要自证枪圆的年代 没有发现吗 那句话就很自证枪圆了 哎 不过先说 你因为是本来从幕后 转到幕前的嘛 我自己觉得啊 可能我们今天来聊一下 关于自我这件事 因为我之前有问他 他说 他你想聊什么 他说 being real 就是到底做自己这件事情 尤其是在我们行业里面 在内容创作上面 是不是完全不能做自己 然后我就想说 你的transition是从幕后 转到去幕前 对 你怎么看这个转变 我觉得可能大家不知道啊 其实我从蛮小 大概 我大概中学的时候 我就已经帮我的学校 是做official photographer 从那边拍 然后大概我在租大学的时候 year 3 4的时候啊 我就开始帮人家拍广告 然后一开始我做很多 wedding跟event的先 我拍wedding的 这样子拍 就很多gimbal的东西啦 很多gimbal的 然后就某野拍 要拍了 大概两年这样子啦 然后那时还没有 有什么YouTube刚起来 然后我就进了这个公司 叫Mguide 然后进去里面 然后我也是做 videographer先的其实 那时公司只有四个人吧 所以我进去做 然后我就好像做behind的 这样子后我也没有想到 虽然我知道 我自己是有点小可爱啦 可是 然后就 你要给我反应啊 我跟你说 治他这种人哦 最好就是不要给他反应 我不要紧 我还是可以自己继续的 因为我可以做自己 然后就不够talent嘛 然后我就 他就讲 没有人哦 没有人演啦 OK哦 我就进去里面演 然后没想到 就以炮而红 你们怎么没有给我反应呢 因为讲真的 那时候没有很多竞争 那时候是几年 六年前哦 六年前 六七年前 七年前 就是2016 17 刚刚起来啊 Eugenie Boyd那些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做英文site的嘛 所以Eugenie Boyd那些 就是我们的only competitor嘛 然后我那时候 大家做的video哦 都是很polished的 然后我们在MGAC里面做的就是 因为人少嘛 然后也没有讲什么client的 那时候一开始 所以我们就随便乱拍哦 比如说我们要去restaurant哦 我们不用去restaurant 我们就在office 房间里面呢 我们就连一个指甲restaurant 所以就开始了 这个 其实让你讲哦 这个transition哦 讲真的啊 我进去做talent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 误打误撞的 就进了这一行 是不是 那我就进去 我就讲哦 就平时就是我讲的话 又搞笑 又可爱 然后就 就一怕耳红的时候 我也没有想那么多 可是过后我 你不要再投降给吧 我人生中应该是 没有什么惊艳 自己可以遇到一个人 一直形容自己是一怕耳红 Anyway 你在继续讲你的story之前 我其实有一份礼物送给你的 今天 那我要送给塔塔的这份礼物呢 其实它是一个香氛花洒过滤器 它有淡淡的玫瑰花香 我自己也在用 然后呢 它也可以让你的水 就是你在洗澡的时候啊 可以把它过滤的更加的干净 那它其实就是替代你家里 原本的那个花洒 那为什么要送这个东西给它呢 是因为我觉得 它是一个很需要安静的人 我希望它在洗澡的时候 至少有一点点的时间 给自己安静下来 那我希望它会喜欢呢 因为感觉上 这个好像有点女性化哦 Anyway 大家有没有试过 在买淘宝的时候 比如我这份礼物 就是在淘宝上面买的 发现说 诶 好像有点货不对版 还是size不对啊 颜色不对 想要退回去呢 可是又不知道怎么退 结果就自己委屈自己咯 把这个货物硬硬的收下 啊如果你有这样子的经验的话 告诉你个好消息 现在mybest的出口服务 绝对可以帮到你哦 意思就是你可以通过mybest 把你的这些货品 寄到去中国 新加坡 泰国 澳门 台湾和香港 无论你是要把 就是货不对版的商品 寄回去给商家 或者是你要送礼物 给海外的朋友 mybest出口服务 都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现在呢 就去到这个网址 就是mybestexpress.com 或者是在这个资讯栏下方 也有这个点击的链接 去了解更多吧 哦这个是 其实我不懂是什么 可是我搬到我懂了 哦 shower filter 你知道什么是shower filter吗 它就是这样子 你把它连着这样子 然后就replace 你本来的shower head 然后它会有 香精跟 护肤的效果 所以我换掉我的shower head 就可以了 对对对 好谢谢 我等一下冲凉的时候 拍给你看啊 你要拍哪里 你喜欢看哪里 我就拍哪里给你看 OK 来我们继续来听听看 他打一炮和额红的故事 OK 不是讲一炮和额红啦 OK 就是之前做到的video 基本上average都会hit到 一 million两 million这样子的 在什么平台 Facebook哦 以前Facebook很泛滥的 对对对 就是你随便post的话 它都是很多views的 所以我那时候就 我也没有想这么多 可是 当我开始觉得 有一点点小影响力的时候 就是我出去的时候 因为 以前到处乱拍拖的嘛 嗯 就是拍很多男子的嘛 然后呢 走在路上哦 就会 可能晚上或者是另外一天 就会有人 send那张照片 去到我公司的inbox 嗯 就给人拍到你 就像Barbera Z 这样子抓到你 跟其他男女生恋爱 然后我们就一直放在 comment那边 以前comment是public的嘛 然后我自己本身是一个 我不是很喜欢 把我personal life 放上网的人 嗯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 有点小生气的 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 很不习惯了 大概一年吧 因为我觉得 对我来讲啊 工作跟私人是分很开的 嗯 就是我工作的时候 好像是这样子 哈哈哈哈这样子哦 可是私底下你知道的 我就是很害羞嘛 是不是 你又别给我反应 哈哈哈哈 所以我 对我来讲 那时候我觉得 做自己好难哦 嗯 因为你在外面 你就 你不知道会不会有人 在拍到你 可是你现在觉得 自己已经是 做自己的状态了嘛 就此时此刻的 你是真的是 踏踏吗 我开始过 我慢慢发现哦 其实做自己 不一定是只有 一个version吧 可能你在工作上 比较professional 那个我觉得也是我自己啊 只是我有 professional的这个mode 嗯 然后可能实底下 不太爱讲话 那个也是 也是我啦 可是我不会要去 虚假 然后除了去 PI event的时候啊 哦 Influencer的 PI event的时候 你会怎样哦 你会讲假哦 我以前会比较假一点的 嗯 因为我就觉得 那个是 the way that we should behave 在event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会 Oh my god babe 你的头发 是不是刚刚软了 很漂亮 嗯 然后以前呢 我刚刚出来的时候 就会讲 我跟你讲 我真的很痛苦的 比如说啦 你每次进去 Leave event 就bump into 另外一个influencer的时候 你的头脑 我的头脑就会风暴 就是讲说 要讲什么 要讲什么 对对对 然后我以前就讲 很stupid的 然后就会讲 Oh my god 你鞋子很漂亮 从哪里买的 其实我不care的 那时我就觉得 真的很痛苦 就是不是 真的不是在做我自己啦 嗯 就是我要假装到 我很interested in他的topic 这样 现在啊 现在就是 Oh hi Nice meeting you 我有看你的content 这个我是真的 有看你的content 可是我也没有讲 我喜不喜欢你的content 我就讲我有看你的content 这样人家会觉得 你这个tata很不friendly 有可能哦 讲一句两句 这样子罢了 明明我又称赞 他的apps啊 又称赞他可爱 又称赞他一泡而红 他只是讲 他有看我的content 对咯 可能真的会有人 这样子觉得啦 可是我觉得 不管你做 怎样的你哦 很多人都会有 不同的 perception of me的 就是可能有人 会觉得你很喘 对 可是好像我这样 我会觉得你很搞笑 嗯 就是不一样嘛 但是每一个都是我啦 你怎么样接受到 这一个 可能不是很friendly的 你是真正的自己 然后你什么时候 敢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因为我相信 很多人都知道 自己长什么样子 不过好像很怕被讨厌 然后不敢拿出来 被讨厌的勇气 嗯 我觉得哦 因为我听那个 Tom Holland 他在一个podcast里面 有讲 不知道你们有听到 那只很红 对对对 那我就觉得 嗯 好像有道理哦 可能越长大 你就越发现 那其实你不需要 please everybody 就是如果有人讨厌你哦 那他也没有很了解我 像如果他讨厌我 也是based on surface的我嘛 嗯 可是我知道我身边 真的是认识我的人 都是很爱我的 嗯 然后就觉得 嗯 我应该not doing anything wrong 然后就慢慢的 就觉得 OK 其实我自己也不是很差 嗯 当然也是有做坏事的时候啦 比如说一时候 你看到一些人 你只是想judge他哦 让你自己心里面judge哦 可是你不会讲出来 like 你也不用去假假 讲哦 我很喜欢你 明明我就是 其实我是judge啊 其实我是不喜欢他的 如果你讲做自己啊 好像我之前有讲哦 做自己跟be root哦 是一个fine line的 嗯 像如果今天我讨厌你哦 我不一定要跟你讲 可是我也不用去讲 我要讨好你 这样我觉得 这个对我要讲 是做自己哦 因为我没有假假嘛 哦 我没有假假讲 我喜欢你 我只是没有跟你讲 我讨厌你罢了 就做自己 也未必要把自己想的 所有事情都表达出来 对 因为做自己的同事 你也是要 我觉得啦 也是要顾虑到 这个世界 跟你身边的人的感受啦 这样子的话 对我们这一行来说 会不会有更大的压力 就是as in 你说 好 我 I'm doing fine 就是我的朋友 可以接受我 this and that 可是因为我们是 somehow用着这个事情 去赚钱的 就是我们凭着别人 喜欢我们而赚钱 没有人喜欢你 你就赚不到钱 先不要讲真实的世界啊 我们讲social media 这样我觉得 social media哦 其实你 put什么up there哦 就是你会 attract 跟你差不多类似的人的 比如说你的观众 跟我观众 一定是很不一样的 你的观众 就是比较有wisdom的 我的观众 可能就是那种哦 很stress哦 然后回家就都想 呵呵呵 然后 如果呢 我跟你讲 如果我开始讲 那种很deep的东西啊 可能我就会开始 rob followers哦 这样没有办法哦 因为我也 虽然我也是 有你的这一面啊 我是有点小wisdom啦 可是 他不是我想要 daily分享的东西 我比较想要spread laughter 这样 这样我自然而然会 attract到 想要听我笑话的人啦 就好像 OK 我们的一个朋友 叫Jubrosov啊 他最近也是有这个困扰 就是因为他做的content 其实不代表是 100%的他 可能就是20%吧 因为他有很多出口那些 是 那他就做很多搞笑的 所以哦 他attract的人哦 你在路上 其实真的是看到了 因为我们会出去的时候哦 他attract的人哦 就是那种 喂 Due A Lomo 就会对他这样讲 就是 这样你就是attract到 你看这个content的人 这样这个是自己的 个人选择来的 这样当然哦 如果那种比较 读书啊 然后喜欢听 有深度的东西 就不会follow他了 嗯 我觉得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market 当你是 sort of like 用这个赚钱的话 你就要找到自己的 niche跟market啦 我觉得 可是如果是这样讲的话 会不会 Due A Lomo那种人 那种content是 attract更多人 然后演算法 是最喜欢的 对啊 肯定啊 那就赚最多钱哦 不一定哦 因为你要看brand 愿不愿意跟你合作哦 比如说是一个 很attast的brand 可能他就会想 他就有concern了 就是哦 如果这个人的image 是讲很多臭话的话 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 但是当然也是有brand 是觉得哦 我们要be real 我们就是要做这样子 我们要流量而已 对对对 就是你其实 好像讲到流量 这种东西哦 讲你要不要做自己啦 其实很多人 可能为了流量 没有在做自己的 其实好像就是话 他是enreader 还不讲臭话的 而且他也完全不外向啊 他就是一个 怎么形容他呢 他就是一个 把自己关起来的人哦 对对对对 可是我recently realized that 为了你的life 跟你的career哦 sometimes你就是 需要put这种东西 up there啦 就是为了赚钱哦 你觉得会 会不持久吗 这样子 肯定啊 肯定不持久 前几天 才有一个人问我 我觉得他问到 我有点root啦 他就跟我讲 他是一个 out of这个industry的人 他就讲 讲真的啊 你们 他就讲你们 你们做这种东西 你有exit plan的嘛 因为你一定做 不长久嘛 你赚到钱咩 然后他就讲 你看那种 Chinese YouTube 全部 House Store那种很厉害 我就问他 这样你觉得人家 有work hard吗 他就讲 有啦 可能有work hard 找daddy说 就是大家的 对我们的 看法就是这样子 因为你不懂 有人你真的不懂 大家是怎样赚钱的 中文你 你坐下 坐下搞下video 然后突然间出一个产品 这样子人家会给你钱吗 那大家很不了解 这个东西 因为有 好像比如说啦 我是做搞笑的嘛 不可能 五年后我还在呗 就是 就是when我已经 grow into 另外一个stage的时候 这样你要不要 随着你的年纪去 更改你的content 还是去做 别的东西 好像你也是有 自己的agency 我之前也是做agency 也是做production嘛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一个 不长久的东西 可是 when我们 still can do it 我们就要 milk everything out of this 就是你能赚就赚 赚了就 再继续慢慢的 想你的plan b 这样你会不会有焦虑呢 就是当你 现在在做的时候 已经想exit了咧 讲真的哦 最近有 之前呢我是 没有的 因为最近哦 自己也是 我刚刚也是要去 我的chapter 3了啦 30岁嘛 然后就在想 哇 死了 我不可能一直搞笑哦 一直搞笑搞笑 我自己也不觉得 自己好笑了啦 我觉得那个 喂 这个 这个是 错了我一下 因为我觉得 这对creator来说 是最大的 一个poison来的 就是 你可以觉得 没有人看我 不用紧 你还是理直气壮 可是当你自己来 批判自己不好笑 那是最恐怖的 对 很多 我的朋友圈的 funny creators啊 也是slowly It's either burnt out 不然就是真的觉得 自己不好笑了 然后你知道 你想象哦 当你觉得你自己不好笑 可是你又一直 逼自己去做 搞笑的video 其实是很明显 看得出来的 我觉得我已经 slowly get there了 就是我不可以 再只是做 搞笑了 会很焦虑的 其实我 之前是一个 很焦虑的人来的 可是我let go 我的company了过后 我就learn to slow down 可是现在我觉得 我是在我的career的 一个是不是叫十字路口 玩junction 这样子 我明年我想要做 比较on ground 一点的东西 不可以 不可以只是digital 吧 去做marketing consultant 还是什么 我不能一直 这样子 人家也会累 我自己也会累 这个是一个很 然后你看啊 因为我们去做一个 fulltime job的话 也是很奇怪 就是除 因为讲真 讲真老实讲啊 Happy real啊 其实做这行 你赚的钱是 很可观的 是不是 你做一个video 就一个很可观的 数目可能就是 一个money salary 然后你去 你要自己 我不是讲不可以 你可以 可是你要调整 自己的心态 然后你的employer 也是要 知道接受你 对对对 你有想过去打工啊 之前有一小小的 小想法 可是是去做marketing的 consultant 或者是marketing的 creative director的 OK 那我们再讲一下 这个部分 可能你的journey 比较不一样 你像是开始打工 然后你创业 然后你现在想回去打工 对 something like that 可能现在有一些朋友 是打工 然后想要自己创业 啊你是痛定失痛 经历了很辛苦的一个 算是犹豫吗 depression的阶段 对对对 就打算管掉自己的公司 你跟大家说一下 那过程好吗 嗯 因为一开始 我讲真的 也是误打误撞的 去开公司的 其实我在20岁那时候 我就开了第一间公司了 那时做wedding 做event 然后帮公司拍commercial 其实那时 因为前进还是很大的 所以你一定要register 那时我有一个partner的嘛 register了 然后我就开了那个公司 那时他真的太幼稚了 我跟我partner也是 我们是end it on the bad term的 因为好像金钱上 比如说一开始 你做的时候 这个我觉得大家 真的是要讲好 很多人 可能他不好意思去 讲black 跟我讲好 诶你拿70啊 我拿30啊 因为我觉得你做比较多 那我做比较少 以前不会这样讲的 以前就是哦 如果这个job啊 10千啊 这样你拿5千 我拿5千哦 可是其实很多东西 都是我在做的可能 嗯 然后他就是拍罢了 这样你那时候我就 所以后期我就想 不平衡了 嗯 就是啊 全部去讲生意啊 剪啊 全部都是我做 然后你就是拍包 这样我不请一个 videographer 两千块 就可以了 这样我拿完全部 去两千 所以那时就back terms 然后我也是很 我自己做了很多 不成熟的决定 嗯 然后that's why我就去 然后就去做mgag的时候 就 从那边我就学到 嗯 人际关系 就是每个公司哦 只要超过两个人 那就会有politics了 对 那时 因为第一个公司 我跟我partner 就没有想那么多 哇这样mgag过后 就很多很多management politics的这种问题 可是那时候 你也是打工啊 对对对 你需要involve这么多吗 哦那时我给博 因为只有四个人 然后我就自己给博 就讲我觉得 我们应该要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 算了啦 这样我就自己出来做 那时我就刚刚出来做 我也是没有想这么多的 我也是傻傻这样的 在家自己做 然后去那种working space 这样的做做做 然后就哎呦 有client找我 有client找 我就慢慢做慢慢做 哎呦 那project就越来越多 然后讲真的 那时候真的是不是没plan到 就讲project越来越多 就讲 嗯project多 要请人哦 嗯 请人哦 请哦 然后就放弃 几岁那时候 24 24岁就做老板了 嗯 然后就请人 请人请freelancer啊 请food time啊 那时就觉得 一开始我做了一个 很错的决定 我觉得 我觉得开公司哦 我不知道大家 那可能 这个是我个人想法 你身为一个老板 如果你想要有那种 family culture 跟你的员工很好啊 我觉得那个是蛮 要见人见智的 当然你只有 let's say 只有三个人在你的team的时候 你们可以很close 可是当那个team到15个人的时候 因为我之前15个人嘛 不可能你可以把你的attention 给到每个人 全部人 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会 take it personally 哦老板不理我 中文你在工作上骂我 我们 我以为我们是family 很friend的哦 哦 然后我就 那时候我真是 learn it the hard way啊 我一开始manage 我觉得做工作 那时候全部都好 对我来讲最难的东西 就是manage人 然后因为 我是the face of the company嘛 然后以前我就觉得很天真 我就觉得 我请一个manager 他帮我去attend event啊 去meeting啊 也都可以 然后就到一个阶段就是哦 meeting的时候 我可能讲 哦如果达达不在啊 这样我们等到达达的空闲 嗯 然后那时候 我要去meeting 做client 然后做admin 量也是我自己出 我自己个人做的完 然后我还要去演 还要去 去event 那些全部东西 那你15个同事 在做些什么呢 他们就帮我execute咯 所以我是做那个 final decision maker咯 你就去想idea啊 什么什么 然后就讲 哦这样这个 你可以去拍 你可以去剪 可是全部东西 还是要QC的 后期我就觉得 哦真的是做太多东西了 其实我的初心就是 我只是要create content 嗯 我要做搞笑的东西 我要做creative idea 帮brand上来做 因为我们之前 我之前的公司是 production agency嘛 所以我做的video 也是放在client那边的 没有我的脸的 可是idea那些 还是要从我这边来嘛 然后因为我每天进公司 然后前三四年吧 我每一天 我每一天 从星期一到星期日 我都做工 我从早上八点 我可以做到晚上一两点 哇 就是我handle完 他们的人事的东西 过后 就是你做这个 你做这个 然后到晚上 我才可以做我自己的 idea那些全部东西 然后我每一天 每一天都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自己 也不会manage好我的时间 我就去管 所有的我的员工先 然后我请manager来哦 你也是要train这个manager to train你的人的嘛 对 然后这些东西 我都自己没有 预测好那个时间 我自己也没有去plan好 也没有人跟我一起plan 我们有partner 然后到后期 就是因为我们一直 排排排排 然后我们排那种production 就是二三十个小时 二三十个小时 back to back 然后那时候 我的schedule就是 我拍完了 我一整天没有吃东西 然后可能一两点晚上 我才去吃很heavy的东西 然后我就有一次 我就进医院了 其实我两个星期 我一直都是一两点吃东西 然后有一天晚上我起来 就是我train着起来哦 然后我就进emergency 他就问我 你就是每天吃了直接睡觉 因为我睡了 另外一天早上哦 可能四五点 我们就要起来做工了 所以我睡一两个小时 这样子 knap嘛 然后我那时候都觉得 太夸张了 这这个生活 你几岁那时候 竟然没有熬坏身体啊 去年哦 去年我end我的公司嘛 哦原来才去年 你还是一个这么crazy的 对啊对啊 因为到后期哦 有一个月就是我们每一天 差不多都在排排排哦 second half of last year啦 我几乎哦 每次回家哦 坐在地上哦 我就是哭哦 爆哭哦 因为我就觉得 what the hell am I doing 因为哦 你自己想啊 我之前就是哦 我要借很多project 为了借很多project 我要请很多人 请很多人 我就要借更多的project 就是一个 我没有去plan好 的一个很toxic的一个cycle 然后你就想 越来越的时候你就看 哇 我做了这么多东西哦 然后我又给出去了这么多钱 嗯 就是你就换上回来 可是人家会觉得说 哇你生意很好咧 project这不完 就是大家会有这个misconception哦 嗯 当然每一个公司是不一样啦 因为我很把钱花在crew的身上 我也是有群freelancer 我就觉得 就是为了passion 为了project 就啥哦 因为我觉得business还是 就算你有passion哦 我觉得business 你还是要同时进行的 如果你不会做business 你就要去找别人 帮你来策划 因为我就是一个 我不觉得我是一个 the best leader yet 我也不觉得我是一个 best boss啦 我觉得leader跟boss 是很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你一炮耳红是对的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就一炮耳红就解决啦 你又不用做boss 又不用做leader 就所有everything 就是on yourself咯 那个是 可是我在MGECO才开公司啊 哦 才开production啊 哦 这样也是啦 因为我之前 不是很喜欢做on screen的 所以你看啊 你的转变 那时候你就崩溃了嘛 崩溃就决定说要关掉公司 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你想做自己啦 然后你要面对 这么多的stuff 要跟他说 老板我顶不顺了 你们自己回家啦 我其实这个决定 我想了大概半年吧 然后我前面都已经 打预防针了 跟我的stuff 因为大家也看到 我其实痛苦啦 讲真 然后我觉得 你做一个leader哦 就是因为我每天 就要进公司的 不管怎么样 不管你今天开心 还是不开心你的钩子 还有什么鬼 你进公司哦 That's why我讲 我不是一个good的leader 因为很多人的 decision啊 或者是mood 都是based on我的mood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你做老板的时候 是不应该有的东西 他们应该自己 独立的去 function了的 可是那时 that's not the case啦 然后我进公司 我就觉得 我每一天起来啊 我就是很讨厌这个世界 我就觉得 shit啦 又要进去做工了 shit啦 又要去这个client 这个meeting 可是你知道 因为我就做搞笑了 我好时不时 哦 就是你每一天 很shit的时候 你还要tree to one 你就是 wow look at this 我回家的时候 真的是 我真的已经不知道 自己是谁了 真的你问我 那时候只要问我一句话 我就会哭了 你现在开心吗 你觉得你做自己吗 我一定抱哭了 可是你现在问我 我会跟你讲 是啊开心啊 做自己 然后 然后 之后我就觉得 因为我也是 有时间therapist啦 可以讲关于自杀的东西 可以啊 因为去年 到我一个阶段 真的是 哇这个其实是很epic的 这个是最close to我 拜拜的 我就在一个café做工 那时候我就不想进公司 我在café做工哦 做到这样哦 我在 我在剪我的video 我在给我的员工feedback on the surface啊 我是没有跟人家讲 我有问题的 因为我觉得 我不想burden我身边的人 因为你知道 你老板有这样子的情绪病 你一定会很小心翼翼的嘛 然后我就给给一下 哇 我突然间流很多汗 然后我开始 我的手很抖 然后那时候 我的念头就是一直 我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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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要去 好巧我在跑里 如果我在叫 哦 it takes just one second for you to jump down 那时我是这样 然后我就在外面 然后已经抖到我 然后我很想去厕所里面 就do something了的 然后我就 我就很奇怪的 就跟我的员工讲 OK 我等一下才给你feedback 因为我现在要去死 你可以imagine 收到我信息的那个员工 真的是很stressed 那时候 我自己也是stressed 我已经不能去process 我的emotions了 很多人就会觉得 这么一样 wink的 一想就想到之上 可是我跟你讲 很多时候 就是那一个moment 你不能控制自己 我跟你讲 那时候我真的是 so out of control 然后我就讲了 那个话 我就盖电了 我就盖电了 我就坐在那边 我就跟傻了 可是我的员工 好彩还知道我在 他知道我在哪里 他坐很靠近 他过了大概十分钟 他就坐下来 他坐下来 他就讲 我刚好也是 要来这边喝咖啡 他也不敢特别说 他来救你还是怎样 然后就是因为他在 可他一到 我就一直包哭 包哭 包哭 你就release了 没有release到的 其实 因为这个问题 是要你自己去 扛开了 然后after我就去 另外一天 我就过来去 跟我的therapist讲 他会给你 很有见识性 然后他就问你 ok 他冷静了 因为他有习惯了 你有没有想过 你要在哪里坐 哪里死 你要什么时候 几点 他去看你 是不是severe 就是那一个moment 然后我就觉得 好少我自己 是很selfconscious 我就知道 我有这样子的念头 过后我就觉得 enough is enough 然后我就开始跟我的 我就提早 三个月跟我的员工 我一个一个讲 然后我帮他们plan好 接下来我介绍他们 去哪一个公司 什么什么这样 他不是一个 很难做的决定 其实 因为我觉得 我已经累积下来 到我爆发了 因为没有什么 比你的生命珍贵吧 就算是你员工 要blame你 还是怎么样都好 都不比你的命珍贵啊 对对对 但是不一定 每个人会这样想 很多人会觉得很自责 就是全部人靠我 什么什么这样 好 后来当时 我没有了 因为很多人 其实也是stuck在 他们自己的位置 就会觉得 我不应该怎样 不应该那样 可是那时候真的是 I cannot take it anymore 然后我也没有什么 人去分享 你没有朋友 有有有 可是我的朋友 不是那种 自己做老板 还是什么的 就是很难 有的人可以relate 你的压力 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跟therapist讲 这个therapist的东西也是 其实我见过几个therapist 其实第一个therapist 哇 真的是 你的therapist也是很重要 其实好不好 我真的是很subjective的 我第一个therapist 他一开始 我们去第一个session 他不认识我 during MCO的时候 他不认识我是谁 然后他就问我 我会要去therapy 什么的 然后我就跟他讲 因为我是做 content的 对 然后我是做目前的 然后我讲 可是我真的很讨厌人家 每次put attention 在我身上 后来他有acquivation 然后他就跟我讲 你做目前 你不喜欢attention 叫你这么做目前 哎呦 slap他咧 真的像 然后第二次的时候 第二次的session 他就已经stop完我了 他就跟我讲 我看你的content 你这样搞笑的人 为什么 然后我就 what the heck 很fail 那是我第一次的 去therapist 然后我也是觉得 maybe这个是正常的 过去了半年 我每次到他的session 我就想疯了 然后我就stop他 然后我就来 我这个最新的therapist 很不一样 然后之前第一个therapist 就是therapist 他到了时间 他就跟 然后我再分享 他就会讲 ok ok 时间到了 我们下个session 你再继续分享 可是我第二个therapist 我们是physical 那时候 然后我就一直讲 我就一直哭 一直讲一直哭 然后已经过了时间 过了15分钟了 然后我才realize到 过了15分钟 然后他就讲 还有东西要share吗 我可以再继续听的 就不一样 就是很不一样 所以大家如果要去 咨询还是therapist的话 也是要 选好 你会介绍你的therapist 给其他人吗 其实by right来讲啦 是不应该的 嗯 我也觉得 对对对 因为他也会跟你讲 不要介绍的 对 因为mutually 他要对你没有偏见 是 他也要对那个人 没有偏见 是 所以你要自己去 我这样问是因为 一定有人问的 可不可以介绍啊 你的那个这样好 对吗 你也是在这个 对对 每个人 这个空间里面 ok 你放弃了公司 然后你是觉得 你获得新生了 真的 可是又陷入了 另一种焦虑 就是因为没有一种 没有一个忙碌了嘛 你之前是 somehow寄托在忙碌 我相信很多人 也是寄托在忙碌的 然后不知道自己 为了什么 对对对 我之前一开始 就是去年年尾 我let go的嘛 然后今年年头 大概有两三个月吧 我就是很loss 因为哦 for the past twenty twenty seven eight years of my life 我就是做空 做空 除了我是baby的时候 我就做空 做空 做空 All I know how to do is just work 突然间 我没有这样忙 过后也没有人去 take care什么 我就哇 我就想死了 我是谁 我喜欢做什么 我的hobby是什么 前三个月 真的是 我在家 我没有这种东西 我很焦虑 我觉得很 都是这个问题 当他们没有工作 他们就do nothing 他们不懂 这样appreciate nothing 那我还跟我 身边的朋友讲 我讲死了 你在哪里 我去找你可以吗 我不懂要做什么 我没有hobby 我朋友就跟我讲 你要去画画什么 我讲我不喜欢画画 那可是哦 这个东西也没有办法 Life only goes on 我就一直 去做回运动哦 做回运动 哇 又有一个新生命了 我做运动过 那我就去做 学画画哦 哇 画画也很好玩笑 那我就自己慢慢 现在我已经build到 我有自己的hobby 然后我觉得像 doing nothing is something 就是you learn how to rest 好像work life balance 对我来讲 不是那种 就是9到5 6点过后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life 每个人的work life balance 不一样 比如说我会很hardcore 做我的业配一个月 每一天 然后下一个月我就会休息 这个对我来讲 是我current的work life balance 然后我也是比较开心 因为我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 你知道以前做老板的时候 很stress的你知道吗 就是哦 今天你明明 整个公司是没有东西做的 因为project已经done了 然后你还要特地 我觉得你可以去上lecture class 然后你可以去 然后我等一下你回来分享 我就觉得 硬硬要找事情做 我很累 不过我觉得 上号这是 是不是有责任感的老板 就是他觉得说 我自己的心情是 我想要你成长 对对对对 我不想你浪费时间 并不是说 浪费在上班的时间 而是其实你do nothing 就是在一个上班的working hours 你do nothing哦 我觉得是 你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没有啦 可能是因为我就觉得 给了你钱 可是你的project都完成了呀 对啊对啊 就是你特地 如果他不帮你做 就讲喂你浪费我钱 可是他完成了 然后他又do nothing in office 不是浪费他的声音吗 我之前真的会这样子觉得啦 每个员工 就是我 like say我接project 我都是为了 这个你可以play with这样子的shot 所以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 其实我不是 this is not my calling的 我没有这样伟大 任何来讲 因为现在你是park under我啦 我就觉得 我对你有需要负责任 然后现在我不需要 对任何人负责任 我就yes 就没有那个commitment 你知道吗 然后我今天 我不想做工 我就不要做工 我也不用去 跟人家交代 可是我现在有一个PA啦 可是他是一个比较independent的 我也不要去 我也不需要去留 我讲 如果明天我们没有做工 你可以去借你外面的job it's ok 就是很chill 我就是不需要对你负责任 然后我就可以很focus的 做我要的idea 那我也是有帮 我也是有帮agency 做marketing的 所以那边也是可以想idea 就这个 真的是我喜欢做的东西 我就慢慢慢慢 可是呢 我的20s 我已经做完 这一行 我该做的东西 to figure out 我不喜欢做这些 那我现在就不用做这些了 那我就找到我自己的strength啦 but it took a long time 那你现在开始讲说 你要回去打工 又是哪一种的心情转折 不是做full time 而是去跟人家partner 也没有讲是 会不会是已经是有那种 我要 somehow 30岁以前 就是 你equip yourself嘛 就是experience 你所有的know how 这样 30岁就是时候 要为自己画一幅图了 对对对 是真的有这样子的想法 虽然我觉得 不应该拿age 去来determine你 这一个chapter要做什么 那个chapter要做什么 可是我觉得 我已经 到了一个stage 我已经知道 我自己good at what了 我知道我自己good at doing this 那我觉得我可以 我有筹码offer给人家了 之前我都是 一直在gather我的筹码嘛 那现在我可以跟你offer 可以跟你negoti 可以跟你讲我的value 我已经看到自己的worth 我也知道我自己是谁啊 我很清楚了解自己啊 现在after all的跌跌撞撞 然后觉得 我可以帮你 我可以进来帮你这个part 然后如果他们愿意 也是看到我的value的话 等于就ok咯 然后我也知道 这个做目前的东西 不会forever的嘛 所以也是 不会讲找出路 不一定是到你irrelevant的时候 你才不想做的 可能是我自己就觉得 it's done 我不想再去做 搞笑的东西啊 我要move on 去做比较professional 可能是帮到别人的 instead of building我自己的 那就ok咯 我觉得有一个节目 收到很好啊 康熙来了 我觉得他在最高峰时期的时候 他去收我 我觉得那个是 最明智的选择啦 个人看法 就是你不要等到 事情turns over 或是很yapaxi的时候 你才去收掉 比如说啊 如果我是因为 有anyPR crisis 我才不能继续做下去 我觉得 那个是我最不想 看到的结果啦 可是现在PR crisis 是crisis吗 我觉得 现在这个世代PR crisis 完全不是crisis 就是你讲一个sorry 就可以了 对啊 你就是 do another pick 我觉得是 可是我 好不好的想法 你看一下 大家 你看看网红们 水柔你要讲水柔 我不懂了 我不懂水柔 你刚才提到一个字眼 我相信 做content creator的 或者是网红们 都会有这个想法 irrelevant 就是 大家都会想过 自己有没有 irrelevant的那一天 比如刚才你讲 搞笑很辛苦 我们讲一下裴勇啦 他也是一直在搞笑啊 可是你觉得他现在 这条路OK吗 可是他在做很多 side business啊 嗯 我觉得那个是 应该大家都会 向往的 对 就是当你有那个流量 有那个影响力的时候 你就去做side business 对啊对啊 那为什么你没有想过呢 有啊 哦 可是我还没有找到 我想要做的side business 对事物就没有兴趣哦 哦 我要讲的是 你讲会讲irrelevant 分是因为你把市场的反应 考量进去的 就是我做这个东西 市场有没有反应嘛 所以你有没有变 没有关联嘛 可是如果你只是 负责做而已 你不用理 那个市场怎么看 你就永远没有 irrelevant的一天 不对哦 不对哦 因为你会成长哦 可能我已经 可能我到35岁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 我不搞笑了 没有 我意思是说 风格没关系 你还是 把自己丢出去丢出去 自己丢出去 不是我喜欢做的东西的 哦 所以这个才是问题 因为我不喜欢 把自己丢出去 嗯 那你又当初 又把自己丢出去 MGX的时候 是被逼的嘛 哦 然后就觉得 哦可以赚钱了 然后现在 你把brushan关掉了 然后你又把自己丢出去哦 因为今年 我赛给我自己的目标 就是我做KOL video 在看 就是KOL的东西 在看 是有什么 不同的路走 然后我现在比较讨厌的 可是 可是它不会是我的首选 我还是比较喜欢 帮人家策划东西 哦 帮人家策划东西 你在 在KOL的这条 走着的路 没有Android到里面的 好玩吗 哈 原来没有的 我以为你至少会 因为我看到你很discipline啊 我以为你至少会 OK 我竟然有一个话想讲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对于 你看你来过 脱口傍晚嘛 就是 很多人也问我 为什么我有一直 有东西想 想 就是我在不同的形式上 的创作 写书也好 主持也好 做脱口秀也好 是因为我有话想讲 我喜欢做storytelling啦 可是 不一定是KOL的 方式啦 好像我最近有拍照 我的拍照 我觉得我的照片里面 是有故事 to tell的 That's ok already 你这样做KOL enjoy没有啊 我enjoy creating 可是我没有enjoy了 那种什么 fame啊 还是 就 job啊 可是你enjoy 赚业配钱 Oh sure Of course 能赚就赚钱 快快赚掉 就是你赚到了 然后我过后 比如说明年啦 其实我明年 要做onground 比如说我可能 要去做stand up啊 什么都是不赚钱 你知道的 对 stand up超不赚钱的 是不是我今年 就快快赚了 那个钱先说我明年 我可以去做 我要做东西 然后之后 what's next 再看咯 我已经到了一个阶段 就是咯 因为我以前是一个 很disciplined的人 我的goal啊 其实我讲咯 我25岁要开公司 我就开了 然后30岁之前 要换成我就换了 都已经是 follow my rules了 然后我现在就是觉得 因为好像比如说 这一年 我去做KOL的东西 我就哇 很多不同的opportunities 然后是我 以前不可以imagine到的 比如说 你们找我去做stand up 从来不会讲过 我自己要去做stand up 然后你就发现到 其实这种事情 是不能plan的 然后明年我就会 让我自己就是 go with the flow 就是如果有什么 opportunities 我就会say yes 不会没有安全感吗 不会因为 我已经知道自己的value了 我已经知道自己 可以provide什么了 今天就算没有靠别人 我也是可以 at least算到钱 给我自己吃东西了 不会大富大贵 真的是 真的是取决于你自己 要什么 还有你自己是谁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 可以做什么 如果我还不知道 我自己的方向的时候 我就会很焦虑 很焦虑 所以不大富大贵 对你来讲是ok的 我觉得 我现在不大富大贵 可是我的life 要comfortable 比如说对我来讲 最成功的就是 我有经历 我想去吃东西 我不用看价钱 我觉得that's enough for me 我没有material的追求 可是你每个阶段的吃 不用看价钱是不同的 比如说现在我想吃 那一餐已经是2000块了 我还是要看一下 自己我没有 我没有这样高的desire 其实我又不喜欢 买branded的东西 我没有什么花钱的 其实我会花最多 是在吃的 然后我的租金 爱情 没有爱情 爱情 我在爱情里面 是一个很AA的人来的 什么叫AA 就是 Go Dutch 对对 You have to be independent I have to be independent financially or whatever in life that's why我没有partner feeling eh 就是你independent的话 我需要你来什么 我就是因为 我需要有一个人 依赖嘛 我需要有一个人 需要我啊 男人是这样子的 是不是 很多男子 我这样的跟我讲 我的exas 都跟我讲哦 I don't think you need me 那我讲 It's true I don't need you but it's good to have you 我跟你说 你如果去爱情里面 你更难做自己啊 好可悲哦 可是 这是事实来的 我有时候跟我的同事讨论 就是讲说 谁觉得在男朋友 还女朋友面前 可以做自己 这是谁给你们的想象来的 OK Of course you have to I think it's compromise it's not tolerate Yeah Compromise嘛 Compromise不代表 你不可以做自己嘛 你给我一个scenario 为什么我不能做自己 比如说有一个 一个dinner 就是你要陪你的男朋友去 然后那个dinner 可能现场是有 他的其他的朋友 然后是第一次见你哦 他是那天 你工作到西北雷 You still have to Hi You are Sean's friend 你就转你的心态 变成是 我在做工 是咯 你就不能做自己咯 因为那个明明就是你的 You know 你的男朋友的一个event嘛 他不是你的commercial event嘛 这个还好 如果他叫我 Let's say 因为我之前date过一个男子 他就跟我讲 你可不可以 英文的啦 我date的都是本人啦 不用怎么贵 其实他就跟你讲 你像是一个 小public figure 你可不可以穿branded的东西 你不要拿这种 free的tote bag就可以嘛 那他就跟我讲 还有我觉得 你应该穿多一点裙子咯 比较像你的时候 然后我就跟他讲 fuck you bye 那我就ended了 这个才叫不能做自己咯 如果他叫我去 如果他喜欢 Let's say 如果他喜欢下象棋 我会愿意为了爱去学 可是我还是做自己 我就跟他讲 我不喜欢玩 可是我还是陪你玩 这样子 It's ok 如果他叫我改变自己 我就会 可是你为什么 at the first place 会遇到这样的人啊 这样就是看人家 这样judgmental的人 一开始大家都会 这个叫做 不做自己了 一开始大家习惯性 包装自己 为了impress你 为什么我单纯呢 因为我没有这个包装 然后我就觉得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就是如果你真的可以 接受这样子的我的话 我们可以继续走下去 but if not then from the start 你就应该 就是表现你自己了 不然我们就一直玩游戏 很累耶 就是你六个月都有很好 每天在你 你去机场 我在你 然后六个月过后就讲 其实油很贵啊 然后很累啊 我就会 这样 in the first place 我们讲好哦 我觉得也不用 像sign agreement MOU这样讲好啦 可不可以有一个 不要保准 不要做假啦 expectation management 一开始的时候 这也是我现在的 男朋友教会我的 未婚夫 对 我不是很惯 我知道以后 你close off 她的表情 我知道以后 我要习惯 就是我是别人的 太太的身份 可是你讲说 sign management 是很真实的 在感情里面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如果她不是一个 会为你打扮的女孩子 你就要觉得 就是不能 It's okay 对对对 但是当然 这个是很 human nature to要impress 对 我觉得哦 这个是我比较年轻的时候 会做的东西 虽然不是讲 我现在很老了 只是因为你 随着你date了 太多人过后 你就发现到 well if you fake it until the end it's still going to be the same so just just be real need from the start 刚才那个judge 你的tote bag的 会是你的worse experience吗 还是还有更 哦她应该是worse了 因为哦 她会 let's say我们做这行 我们拍东西哦 我们没有拿电话的 对不对 就拍十多个小时 我已经 did my best了 早上说 good morning 然后讲 今天我要去照光啦 等一下我再跟你聊 然后回家的时候 你就看到我miss call 几百个 然后她就call你哦 然后她就是限定你哦 每次出家之前 一定要call好 我就okay call了 为爱情付出的傻女孩了 可是你不觉得sweet吗 就是哦 她要听我的声音 我很利利 然后我 她就一直text我 她就跟我讲 所以你刚才是 一个message都不可以 送过来什么 我就讲 真的不可以哦 因为电话不在我身上 communication skill sucks 她就跟我讲 那我就 well 如果我真是suck communication skill的话 then it's okay 你不用跟我communicate 你可以find someone else who can communicate better with you 不过如果是这样讲啊 如果有个女生 这样跟我投诉啦 说 我男朋友真的是 一分钟都没有办法给我 我会跟她讲 其实 她不在意你耶 可是 你deep down 是不是 你其实也没有很在意她 maybe 我觉得是啦 因为我有拍过是 我工作的时候哦 你一直按手机给她的 what happened then 因为她喜欢别人了 哦 我跟你讲到很惨的 我每次喜欢的人 她不喜欢我 我不喜欢的人 硬硬喜欢我的哦 等一下 她喜欢别人 那时候你跟她在一起了吗 还是只是在 就是exclusive这样子咯 什么是exclusive 哎呀你不懂呗 现在 by the way 我用dating app的 可是我现在最近 很大的一个困扰 我每次dating app mess小人 他就讲 oh my god are you data 我就会 你可以dating你的follow吗 我不行耶 我也是不可以耶 就是let's say 如果我们比较亲密哦 然后 她就kiss and tell let's say我们 是不是 然后你又不确定 她是不是真心的哦 是哦 所以我就很累哦 要花比较久的时间啊 不要这样快啦 可是 可是拉讲真啦 因为如果你不是 这一圈的人哦 然后你就可能 跟一个influencer dating 你就一定很想知道 influencer圈的东西嘛 然后可是我就不想讲哦 因为我也不知道 你会不会是长久的哦 这样我们怎样 互相了解 嗯 所以我就是有个困扰哦 可是我觉得 就是因为你一炮耳红 所以 稍后 没有 我可是 用一炮耳红可以吗 我跟你讲 这个title就是一炮耳红了 一炮耳红 打打打 然后可是 我还是讲 也有人不好奇 我们这圈子 像我现在的男朋友 他也是完全不好奇的 他就是觉得 是一份工作而已 可是你们是怎样认识 工作认识哦 是咯 他都是在这工作 你是觉得 如果圈子真的太远了 对对对对 就完全relate不到的话 对对对 然后我现在 dating app 你也不知道 他现在是什么 intention啊 因为他 他到底是要fuck吧 还是他要 认识你 还是他真的喜欢你 还是他真的想要 知道influencer的life 你不懂 因为我之前 date过一个就是 就是 就是他每天都是 问我influencer的东西 是哦 然后我就 算了拜拜 那你如果 对方只是要 you know 就是一夜勤 这样子你OK吗 不OK 我不会的 我没有 fuck body 也不行 我没有感情不可以的 我今天share很多 我的dating的东西 怎样 是exclusive 给我们的吗 那你凭什么 第一直觉会喜欢他呢 就是如果你遇到 你match到的人 还是你要match cute cute as in looking cute dating app都是这样子的吗 然后你看他的bio很stupid的 他讲 Hey look at you I can picture us together 你就会 OK OK 然后你就会觉得 不用紧张他cute 就swap一下 然后他就 let's it 我会凭第一句 看要不要reply的 他就讲 Hey what's up 我就会 OK 不然讲什么 也是对了 他就会讲 Hey oh 第四张照片的时候 你很好笑 再走 可能会就reply 就是你觉得 人家有spend time yes sir 去study about you yes sir 他就customize 他的message based on我的profile 这样也没有很难啊 难吗 你每一天match很多个人的时候 你就会 就是spend message Hello 然后我听说 男子每次都是swipe right 然后就看哪一个中 他慢慢filter的 我跟广东男子讲 你的上一个date 发生什么事 可以讲的吗 可以啦 他不会听的 他不会怀疑 就是 oh 我第一次那么的vulnerable 我真的很喜欢他 oh my god What happened 因为他就有很多 unresolved the past 那他就会go back 和他的ex 蛤 可是他每次都 男子都会跟你讲 没有东西的没有东西的 but you know 你的go back是很 很确定 他是go back 还是他只是 聊起他的ex而已 没有没有 他们有出去 出去罢了吗 可是很suss的 因为讲很多骗话 我就觉得 it's a red flag 然后就聊聊聊 就不能unline 其实很多时候 这种东西不是讲我介意 而是我看你怎样 去面对我的问题 他的回答是没有让我 觉得很secure的 他就觉得 I don't like to be controlled I don't like to be told what to do 然后我就会 这样你为什么喜欢他 因为他 就是这种东西 就是chemistry 我觉得我很难有人 可以 跟我有一个chemistry 是 可能我们牵手的时候 就会有那个z 这样子 我很少啊 我很少啊 可是跟他有啊 然后我就 所以你是可以 界线模糊的 就是上方你们 还没有在一起 不可以 没有没有 我还挑我脚先 不是 因为我太喜欢他了 界线模糊 还没有在一起 可是牵手 连我都跟你讲 我很喜欢他了 我知道 不是recently才可以的 之前是 没有 就是看个人的 因为我真的太喜欢他 那时候 你没有那种 就是我要certify 我们的relationship了 才牵手 这种东西 是很感情based 你不能讲 你手放这边 手放这边 这样before你牵 你可不可以跟我 牵你 你是我男朋友 没有啊 现在也是 所以是你牵他 还是他牵你 他牵我了 他牵你了 可是他又对他的 前女友 放不下啊 我自觉的是啊 可是我不想 到这个年纪 我不想再去猜 Oh my god Oh my god 你赶紧出去 It's ok It's ok It's ok Just go 这样纠缠了几久 很短吧 几个月 可是你可以立马切断吗 是我见过的那个吗 可以啊 是 是吗 是 Oh ok 那个有cute 都跟你讲 我真的喜欢cute 怎么办哦 Yeah 所以你就 讲真的 OK 除非你爱到他 极度疯狂 才愿意去一起跟他 grow啊 女人的那个选择 这个video不要分两个part 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聊 母性的那个part 是什么 母性是什么 就是 nature of being a mother 就是女孩子都有 那个母性 就想要去照顾人 母就母亲的母 就是你母性的都会 我要改变你 我要拯救你 from你的past 我没有啊 你没有吗 我就是很 我给你做自己了 就是如果你今天 真的决定要跟他 继续hang out 然后我问你的时候 你没有给我一个 sorry run的话 then you it's ok we don't have to struggle you can just go 然后如果 我叫你go 你真的go 你也没有这样care我 then you it's ok 哦不是的 直男不是的 你叫他go 他就go了的 你想象他是狗一条 因为有他自己的想法 我没有要改变人的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 whatever啦 I can accept you the way you are 不不不是改变 这个叫manage 我不只要manage人 因为我相同 我也不想你manage我 你知道吗 我那时候有一个 gay friend跟我讲过 我也是有struggle过 怎么这样 为什么这种直男 这样蠢的 他说你直男 你不可以给他option的 就是这样子啊 女孩子吵架会怎样 你真的想这样 你是要分手 他听到分手 他讲好像是我 真的 真的 你不可以提 就是如果你自己 打从内心里面 不是想分手的话 如果你说 是不是想分手 然后讲 哦 是 就是因为你给了他option 我不会 I mean what I say 如果我真的想分手 我会讲 如果我不想 我不会讲 你没有那种 很emotional的那种 我觉得你不在意我咯 我觉得我蛮 我蛮 我觉得I treat everything like work which is why I'm single I think okay I see this issue now 我就觉得 sorry太性感了 刚才那个一叫声 对不起 我觉得我蛮理性的现在 就是我觉得 I see this issue here and I think this is how I feel right now 然后我就要跟你 这样子哦 你转去朋友mode一下 如果今天我跟你讲 Data I'm so sad 我跟你讲了很多事情 你会不会讲 I see this issue here 不会不会 你又有那个 软柔的那一面 你知道吗 Kobi Kobi Kobi你是跟我讲的 你可不可以 对你朋友 对你的partner 好像对你朋友这样 Exactly 他就跟我讲 你放多一点effort 在你的romance里面 我不懂哦 可是你对朋友有啊 我对朋友很sweet的 对啊 不糟诶 为什么你会对 你的另一半很harsh 可能我对他有要求吧 对我朋友就是 没有要求 因为朋友 不是讲什么啦 朋友不是一辈子啦 就是如果 if it works it works 就是我不会要去commit 你没有经营友情的吗 有啊有啊 经营到不经营了 可是朋友就会觉得 他对我也不会有expectation 他也不会要求我 就是我们两个 交流的 自在的话 then it's okay let's just move on 但是如果是partner的话 就会expect你 yeah you gotta reply me 如果朋友跟我讲 you gotta reply me 我就会讲 ok you need to get a job 是不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有没有想过 真的是为了要 谈恋爱而调整一下 这个心态 有啊 上一个有哦 所以就 来也哦 所以来也要自己喜欢 那几度疯狂了哦 所以你现在 接下来的effort 要做什么 我已经很有effort了 上一个我很有effort了 我已经是 learn how to compromise 然后do things that I don't enjoy but just so that we are both happy 如果他现在 回来找你 你会on吗 如果他跟你讲 他已经clear了 他的pass了 可是他曾经经 经历过那个咯 就是他会有 很tangling 跟他的前女友的感觉 我不介意的 我之前跟他讲过 他有跟我讲过的 就是有一天你回来 我还是会接受你 就是他的exe那个东西 but you have to Iconic啦 就是you say what you mean 就是walk the talk 可是他没有walk the talk 他就是有talk 这样如果他回来是 我是ok的 他的朋友会听华语的吗 你去到common friends那边吗 mutual friends 没有 不会了 不会了 有啊有啊 所以还是有机会 会知道这一段 叫什么名啊 他 雖然我是这样 什么都能聊 你有聊到这样吗 哪里懂 要不可以买你 我家里的地址 等下上来 真的是 我希望这一集 大家可以看完 主要是因为 我觉得是很全面的 Data 就是我觉得身为一个创作者 怎么样都好 都是希望被了解的 应该是说任何一个人 都希望自己被了解吧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的 撇开那个 IG的Data的impression 来了解一下 这个这么可爱 然后一泡而红的女孩 这是before我们 Anke问了一个问题 可以 你觉得你有在做自己吗 我啊 我有哦 现在有 你知道我讲一个例子就好了 因为我 这是我惭愧的 可是我知道 惭愧的同时 我必须要知道一个 long run的方法 就是我现在一个礼拜 只回一天公司 就回来这里 今天是你的那一天吗 不是 就是除了拍摄之外 就是所有跟 management有关的事情 我都会集中在一天做完 就是因为 exactly就是你的那个情况 因为我太分心的话 我自己要做事是做不到 然后我觉得自己 也没有效率啦 所以我也知道 可能这样子 人家会觉得 我不管我的公司 好像abandon我公司这样 可是做自己 就唯有这样 可是你的员工 可以work independently without you yeah then就ok 因为你的这个 你的是 你的 我的名字 就是这样举的 Ginja 你的吗 就是因为 你不是the face of company吗 所以我之前 蠢哦 我的公司叫Talas Studios 没有 这个也是要经历了 一个过程 我也是因为 不要让自己 成为the face 所以才成立 这个公司的 然后所以现在 很多公司的context 我没有参与 就是这样 我没有放我的脸 在那边 所有的跟客户对接 也是他们自己去 可是同时 你要承受那个 那个成本 那个代价咯 对 因为你知道 只要你出去 事情会很容易促成的 对对对 只要learn to let go 你要不要 要不要牺牲那个钱 去让你的team grow 让你自己有 那个创作的空间 等到我有一天 跟你一样有钱 就可以再开这个公司 你很有钱啊 你 我们谢谢 大家谢谢 谢谢 Thank you 谢谢